别提日本 你提日本我就来劲 我也想过去日本 好好地打一场 实际地教训他们一下 去你呀 拿来吧你 开跑 开跑 古往今来 中日对抗的比赛 都是格外的振奋人心 我们的中国勇士 更是抱着能打死 绝不留活口的态度 抨击日本敌寇 如果你也喜欢看 中国勇士打小日本 那么今天这四场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注意看视频中 正在出场的这名选手 他便是号称 日本最强武士的上山之小 此次来华不为别的 只为亲手掰掉 中华虎杨建平的牙齿 我听说中部有个叫 中华虎的杨建平 很是嚣张 杨建平你给我挺好了 七号脖子准备好受死 不要把你从中华虎 打成东亚病猫 废话少说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 已经开始了 红方选手杨建平 蓝方选手上山之小 可以看到 比赛虽才刚刚开始 但两人的对拼 却是极其激烈 杨建平更是稳居主导位置 不断尝试对对手进行打击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直接飞腿的 好 杨建平直接进入地面带 主动采取摔法 但是上山之小的缠动能力呢 也是非常失梭的 好 进入地面带 现在杨建平在上位 想要去过腿 完全过腿 侧面压制 看看杨建平如何扩大自己的战略 上山之小属于下位 这个时候上山之小有三个逃离的方法 要不就是站出 好 爆摔 杨建平又想要手臂持肆过了 你看到 这个时候呢 杨建平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位 起来了 起来了 暴力的 想断头 断头 要断腿 有了 还是没有 要下 这个时候看到 顺势滑盘过来 上山之小啊 他的这个 缠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但这个时候 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 挂到 挂得再高一点 有没有 有没有 看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说是翻过去 可能要睡着了 结束了 整场比赛仅用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杨建平便手起刀落 终结了对手 这个表现不得不说 实在太精彩了 让我们恭喜杨建平 那么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 则是我们的格斗女王张伟丽 而他的对手 也是被称之为日本黑寡妇的藤野会线 因为据他出道以来 他的每一任丈夫 都会死在不明原因下 所以也被世人称之为 日本版的黑寡妇 废话少说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 蓝方选手张伟丽 红方选手藤野会线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赌兰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爱情 如我所遇事 爱情 优优独立实实在 张伟丽成功将对手击倒 紧接着栖身而上 完全没打算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残暴的重拳 宛如不要钱一般的砸向对手 这个进攻能力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样看来的话 这场比赛距离结束应该不会太远了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经过首回合的对拼 张伟丽目前也是稳稳占据优势位置 并且也已经是做足了准备 只等重拳KO对手 结束了 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 没有丝毫的犹豫 也没有丝毫手软 张伟丽手起刀落在下一场 这个进攻能力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恐怖了 然而接下来的第三场比赛 则是更加惊人 废话少说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红方选手张立鹏 蓝方选手能登虫 观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眨眼 因为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 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保持自己连胜的状态 能登虫是一位反价的选手 哦 这是 这个低早期是中段早里有打到 而且角度呢也是非常刁钻 能登虫因为有着非常强大的 发球数的水瓶 所以 在地面上 张立鹏要被加的小心 看到能登虫马上要掏一个 类似于牧村坚固的把位 张立鹏现在处于上位的压制 非常的稳心的张立鹏 想要去反拿这个牧村坚固的位置 这是对肩膀 肩膀 肩关节的一个 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可以看到两人的对局依旧是十分的胶着 张立鹏不断寻找机会 想要终结对手 但是没想到 对手的韧性同样很强 两人也是在地面位置不断僵持 不过总体局势而言 张立鹏还是占据着优势的 紧紧地贴在地上不让张立鹏有足够的空间 完成这个锁击 张立鹏现在是要转换身体的位置 然后进行了地面的打击 非常的重 张立鹏可能是要施展一个十字铺的技法 不得不说张立鹏的压制能力 着实令人窒息 日本选手在其身上 完全找不到任何挣脱的办法 此时还想争夺比赛胜利 已然是完全不可能了 而想要活命的话 也只剩投降这一条路可走 不然就凭张立鹏的恐怖实力 断然他是不会有任何机会的 打拳 非常重的地面打拳 我看到属于下位的能登筹 非常强力的起销 但是没有能让自己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 张立鹏刚才想抓一个胳膊 做十字铺的部署 张立鹏特别的沉稳 在上位呢 首先保持的就是自己优势的体位 然后再一点点蚕食对手 不急于终结比赛 现在张立鹏完全掌握了场上的控制 张立鹏刚刚把自己的承细位置 连续的大拳 非常地做 非常精准 大家看到这才是 空军的地面杂拳 结束了 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 日本选手的教练团队直接扔出毛巾投降 这个结果着实是两人大快人心 让我们恭喜张立鹏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迎来了今天的压轴之战 只见这名日本选手极其嚣张 竟在媒体发布会现场 手拿武士刀挑衅中国选手 怎料中国勇士丝毫不拒 当场霸气回击 废话少说 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红方选手便是我们的中国勇士冯天昊 蓝方选手则是嚣张的小日本三目龙一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冯天昊霸气回击对手赛前的嚣张挑衅 这个动作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嚣张了 但是用在日本人的身上 却是刚刚好 看得出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终结日本选手了 只要对手放松警惕 那冯天昊绝对是要Q了 你说你先打完了三目龙一之后 我们两个人必有一战 要二三战吗 漂亮 这拳打到 对 冯天昊今天的拳还是非常灵敌的 他现在是九连性的状态 小金对手的拳 已经十连是吗 对 三个龙一的移动还是做得比较好 这中端 拉的会比较快一些 这样冯天昊有点担不掉他的 对 而且一向来这牛歪 他会有这样的突然袭击 他在突然袭击的时候 这种突然启动 写得不错 三战已经39分了 没错 老将 一记迎头飞吸精准命中 对手瞬间倒地不起 裁判也是急忙上前终止比赛 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冯天昊会赢 但完全没想到 他竟会赢得如此干净利落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也没有丝毫的手软 让我们恭喜冯天昊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